大家好,我是比不中,那么这两天也是已经有多名记者爆料说胡人队已经就库兹马波普等人士已经几乎向全联盟所有球队寻价正在寻求交易,但是截止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实质性进展,如果说就那么一两个球队拒绝,胡人很可能是他们不需要这些个球员,而像现在这样是被群体婉拒的话,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就是胡人队的要价太高了。 我们也都知道,胡人队进入休赛期之后一直是在想方设法,想要得到第三个全明星球员,比方说是说服小黑,让他配合进行一个先前后换,或者是就这个波普库兹马的人去打包交易,但这毕竟只是胡人心中所想的嘛,其实胡人队自己也知道,光凭现在手中这个现有的三瓜两枣,想要去换对方那些个当打之间的全明星肯定是天方夜谭的,之所以去这么寻价,一就是想碰碰运气, 看看有没有哪些个吃醉了酒接电话的总经理或者是球队老板,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先把自己这个筹码喊高,再等人还价,然后双方再进行扯皮,最后是达成协议。 那么库兹马究竟能换到谁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库兹马这名球员,他这个技术特点,其实今年季后赛刚打完的时候,库兹马的口碑是一落千丈, 由于季后赛发挥着实欠佳,他也是成为了很多人口中啊,这个一文不值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实际上如果说我们放到常规赛大样本之下, 那库兹马发挥却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首先他是具备一定的持球单打和低位能力, 然后这一两年展现出来这个无球走位和空间也算是不俗了,然后他还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处理球和传导球, 远投能力的话说实话算不上出色,然后这个篮板球拼抢是非常积极的, 但是受限于身高和速度的缘故,在高端局的话,打四是对抗不行,然后打三是速度不快, 平时虐个菜问题不大,对位优质风险的时候就显得明显吃亏了。 整体而言在大样本下算是一个没什么培养价值的不错技占力,强队的第六人,弱队的普通首发, 他的合同是只有1200多万,也算是物有所值了,换一些个优质拼图型工具人肯定还是换得到的, 当然了,如果说你想换全明星,那肯定是吃人说梦了。 然后胡仁队这个交易对象的话,还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个的话,对方不能是真贯球队,因为真贯队的话就意味着下下季双方都是假想敌, 没有哪个假想敌是会为了一个库子马去帮助胡仁队补强的。 第二点就是胡仁队去问价的球员必须是不在弱队计划中, 而且合同比较大的那些个技占力,因为不在计划中的球员往往要价就会稍微低一点, 甩掉大合同的话还能够再省一点钱,那么这样的球员有谁呢? 国王队这个希尔德肯定算是一个了,这个福克斯是已经签了顶星, 然后哈利伯顿也是已经被管理层明确表示说是要重点培养, 所以希尔德这个位置就有点尴尬了是吧? 国王队想要交易他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希尔德上一季是场均可以以39%的命中率射进四个三分球, 可谓是高产高效,我们说这也是胡仁队阵所需要的。 库兹马也是曾经在国王教练卢克温顿手下打出过一些个人高官, 所以如此交易也并不是说不可能, 但是很显然现在这个希尔德他的价值还是要高于库兹马一些的, 然后这个薪资也是远高于库兹马, 所以说胡仁队如果想达成协议, 那么势必还得再加一些国王队想要的资产进去。 除此之外呢,像这个魔术队的特伦斯罗斯呢也是一种选择, 现在魔术队这个后卫也是比较多, 然后罗斯这个三分球强投能力也是胡仁队所欠缺的, 再或者呢可以找一些空位比较溢出的球队, 看看能不能换到一个首发级的空位, 为这个送走斯罗德做准备。 那么以上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多多的支持,谢谢。